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他日前也引用了新竹市政府的错误数据 之后他炮轰林志坚是草包 现在引发绿营的内部 有人认为他应该要向林志坚来道歉 而对此王世坚他说了 对于引用错误的数据跟社会大众道歉 但是要跟林志坚道歉 never他还说出了他这句英文名言 前天因为高宏南引述了新竹市政府 给他的这个数字 他讲成说12亿工程馆已经领了剩3000万而已 领了11亿期 我当然听到媒体这样的报道 我当然要出来评论 因为林志坚在那同时又秀出来说 从头到尾他都有监工 也秀出那些照片 我才会出来讲这样子 那不能说那么大的犯错 他们那么大的犯错的事实 亏损掉国库公帑 损害了社会跟人民的权益 整个酋长烂在那里不能打 那只因为 他们人家引错了一个数字 这数字不是我捏造 那就可以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也太扯了吧 不依比例原则 更何况 现在就照他们讲的 如果不是领走97.5 领88.34 各位社会大众 大家可以评论 那样子的品质 给他领走88.34%的工程款 这对吗 谁盖章 谁给领的 这些人通通要接受法办 高额安数字是不对的话 我跟民众说 对不起 当然这些民众 不包括那些网军 但是我最不该道歉 就是向林志坚 整个社会 林志坚应该向整个社会道歉 怎么黄世坚向林志坚道歉 莫名其妙 我根本不认得他 我也没见过他 不再一次讲 要求我跟林志坚道歉 Never Over my dead body 有这么扯的事情 讲到的 你自己好好检讨吧